六百八十九集 当新一轮的太阳又升起身 隆尘抹开双眼 站起身长长伸了个懒腰 本来想着说扮一下 怎么知道后来扮扮一下 真是习惹了 口水滴到一地都是 远处的塔中大人笑笑口地望着他 见到塔中大人这样的款 隆尘就算面皮再厚 都当堂不好意思 趕快向塔中大人行礼 晒个孕先 他刚刚将刚才扮演 那些什么凳呀太阳遮之类的东西收起 隆尘就发现 四周围只有18个人 想起来是他睡觉的这段时间 又有不少人被淘汰了 因为按照顺序 提练最后的三美药材 是最容易失败的 估计很多人就是失败了 没有法子 难度最高的 就肯定要留在最后 前边提练了这么多次 都已经入了状态了 后来的高难度动作 才更加容易上手 如果一开始 就去搞个最难的三美药材 怕且不用三个时辰 整个场就空溜溜了 加斯隆尘发现 剩下的这帮人里面 一个一个都扮在口面 已经开始将药粉 一微微地慢慢倒入 那单牢里面了 很明显 他们都已经看得出 实际上 今次连弹 是只有一次机会 他们在练完药粉之后 也都要开始全力去收养神韵 准备最后放手一搏 龙尘也都看到 火无方家使 要找眼尾瞅着自己 看过款 拜到明是在等着龙尘 他摆出一副 一定要较量到底这样的姿态 信心十足 龙尘在心里笑 哼 和你爷爷我玩练丹 龙尘真的很想 除了对鞋下来 找对脚跟他比 但是 这样就做得太过了 而且对练丹也是种侮辱 塔中大人十有八九 扒他出去都有知 于是 一声 龙尘手上的火焰升起 开始暖炉了 果然 龙尘一有动作 火无方也都激发丹炎 开始暖炉 好 比试就比试 龙尘都废了他 开始全神观处地注视着自己的火候 到底家使 他用的融合火焰就不是地火 用起来还不太就手 要小心一点才行 万一浅水浸死牛 他刚才办事办得这么尽 之后自己就什么面都没了 但其实龙尘也是第一次练制托海显森丹 虽然在丹帝的记忆里面 有托海显森丹的记载 但是第一次练制都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而且想要抢到第一 就不单止是龙尘自己的事 亦都是为了完成他对方家和柴家的承论 所以虽然龙尘很有信心 但是依然要很小心谨慎 反正就是老老实实 循规导举地做好每一步就是了 现场这帮老坑虽然一个二个都闻到棺材香 但是他们的眼光是很毒辣的 他不想暴露自己真实的实力和水平 免得惹祸上身 龙尘虽然定一定注视着自己的丹炎 但是他依然用神色透透地装了一下火毛坊那边 一装龙尘就咦声一下 这个火毛坊为什么会这么熟手呢 他发现火毛坊炼制托海显心丹的手法 一点都不生疏 根本就不像第一次炼制 很多火候转折的地方 转换得都这么流畅自然 顶你个肺啊 摆得明是作弊了 这条爛坦以前一定炼制过托海显心丹 而且还不单止炼制过一次 如果不是手法不会这么纯束的 火家一定是作弊 他们一定是提前知道了考试题目 所以提前训练过火毛坊 哼 怪不知得 这条木契今天是威势势那款 这一点不单止龙尘看出来 就连远处的方明远和柴高阳 也都看到面色大扁 眼神充满着愤怒的神色 而方长生就只是羞羞柔柔地观战 对于两个家主漏爆爆地背着他 他就完全假扮看不到 而坐在主审台上的塔中大人 始终面色平静地看着这帮人 只不过他身边的塔执大人 看着火毛坊压低一把声就说 塔中大人 这样有点不公平 塔中大人转回头望了眼塔执大人 意味深长地说 公平? 这个世界有哪里有公平这家人的? 呃 这样 塔执真是恶大言 塔中淡淡地说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有公平 公平只是弱者喊的口号 而在强者的世界里边 公平只不过是个笑话 弱者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理 而强者就从来都不在乎公不公平 大鱼就吃小鱼 小鱼就吃虾猫 又有谁会去理 虾猫仔喊些什么 修行的世界本来就是弱欲强食 如果你这么不幸 做了人家口里边的食物 喊公平都没用 要想的是怎样提升自己 去吃人家 当弱者修炼成为高手 那么他也都会去吃人家 同样也都不会理 那些比他差的人 大大声喊公平 但是对于你和我眼中的不公平 在明明的天数之中 是一种动态平衡来的 循环往复 周而复始 所以不要计较这些东西 这点就是天道了 塔执听完这番说话 当堂心头一阵 他急着站起身 躬身对着塔中大人 走了个礼 多谢前辈指点 嘿嘿嘿 什么说话 什么说话 我一个这样的白夜宫 什么指点不指点啊 都只不过是想好好地看一场好戏 我都很想看下 这个龙三到底想搞哪个 时间过得应真快 一眨眼三个时辰又过去了 在这三个时辰里面 赛场内外始终都是静莺莺 唯独是 丹火在空气之中不停地燃烧 传出啪啪声的响声 就在这个时候 噗 一声响声 吸引了冠战的人的注意 大家马上看过去 有人就即时大喊了 喂你看下 火无荒第一个风路了 那风路是连丹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真是可以说成败就再次一举了 通常来说 走到风路这一步 连丹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九成 就只是差这一下 而几乎与此同时 亦都听到 噗 一声 另外一下轻响响起 龙晨亦都风路了 但是龙晨的心是硬着硬着好不爽 火无荒居然比自己还要先风路 摆到明是作弊 火家这帮人果然不野小 关系竟然强大到 连决赛的巧合题目都可以偷得到 随着龙晨一封路 外边的人更加是哇一声 因为两个人的速度 几乎差不多是前后脚的 火无荒一封路之后 全力运转起地龙金炎 只听见凤凤声燃烧的响声响起 金色火炎将它整个丹炉包裹住 四周围的空间开始大面积地扭曲了 不愧是瘦火榜排名第一的瘦火 声势影真惊人 托海显心丹最后一步 是需要极强大的火炎才行 越是强大的火炎 就越能够提升到托海显心丹的品质 这点是至关重要的 而龙晨那边 它的融合之丹 也都开始全力施展 只见它那些七彩的火炎 在那儿飞下飞下 也都将它整个丹炉包裹住 同时一股恐怖的威势慢慢升起 有人惊呼 糟了 这个龙衫简直是瘋了 它竟然这么早就用灵魂之力去引动丹炎 虽知道 练制托海显心丹是一场持久战丹 练制这种丹药 对灵魂之力的消耗是极大的 所以通常的做法 是将灵魂之力留到在承丹之前 需要火力不停转换那时才去用 那时对灵魂之力的消耗是最恐怖 只但是刚刚封炉就马上以灵魂之力来吹动丹炎 难道你这人就不怕 练练一下自己灵魂之力用完 到时就疲惊 就算听说灵魂的灵魂之力非常强大 也都不至于搞到家屎敢挂 在外边一个相当之心的老丹修者 他叹一口气就说 哎呀 这个灵魂 也都是被火魔方 他逼得卖法子了 他的融合之力 广度威力 其实就还未比得上地龙监炎 以托海显心丹 对火炎的要求极构 龙三想要赢得火魔方 一定要全力去提升火力 不过 这么狠的动作 也都确实是令人拗了头 这么疯狂地输出 一般的大丹王 连半个时辰都顶不住 灵魂之力就会枯竭的了 而托海显心丹的承担时间 起码要在六个时辰以上 以这样的灵魂之力去坚持六个时辰 简直是客惊人 尤其是承丹的关键之制 丹火需要不停转换来锁定丹药里面的能量 按照这个龙三之前的做法 他很喜欢办事 但是这份实力也真的要令人写个伏字给他 只不过说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 假使他这样办事 会不会办得过火了一点 所以 这位练了大半世丹的老人 都大叫看不明白 这个时候 其他人都叮叮叮叮叮 只不过刚一封路 就有两个人头哒哒眼淋淋地离牆 因为他们太过紧张 还未可以定得住那份压力 结果一封路就马上坏了 时间不停地流逝 外边的人越看越紧张 百年一届的大丹王比士 冠军很快就要诞生了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去到第三个时辰即将结束的时候 忽然之间啪啪一声 有个高手就这样远远远远地 塌在桌上 因为他已经耗尽了灵魂之力 架子陷入了昏迷 跟随其后的另外那边 又有个人啪啪地跌下 这两个人都是毅力非常强大的人 一路咬牙顶到家屎 但是人始终是人 不是血肉之躯 到了家屎 实在顶不住 整个人就暈了过去 外边的人当堂 一声长坦 这两个人在外边 都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不可一世的大丹王来的 但是来到这里 竟然搞到自己这么狼狈 时间又不等人 一分一秒依然很淡定地过去 天又开始黑了 黑完又是变翻白 还有一个时辰 三十六个时辰的时限终于就要到了 这个时候 一声闻响 有人带头开牢了 大家吓了一大条 趴趴向着那个开牢的人看过去 只不过 又是 哎 长叹一口气 事关这个人 开牢之后发现 丹牢里面一粒丹药都没有 只有一匹好像张湖那样的东西 很明显是到了后期 那个人的灵魂之力已经不够用了 已经聚不成丹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人开牢 今次开牢的是方祥 外边的人一看方祥的丹牢 当头哗了一声大叫 只见方祥的牢里面 唯一一堆丹渣当中 竟然有一粒已经成型的丹药 这粒丹药没有光扎 丹香也不弄 顶弄算是一粒下品的丹药 但是 算是这样了 起码都叫做成丹 而随着方祥开牢 其他人也都相计开牢 结果呢 这几个人都是一路丹渣 但是也都有人是已经成丹的 柴烈火加斯手上拿着的是一粒中品的托海显森丹 他兴奋得扎扎跳 只不过 跳得两跳 他就疾住了 因为 还有三个人也都练制出了中品的丹药 这样说法 最终就要用仪器去检验丹药里面的药量 来判定输赢 这个时候 场外的人有人大叫 喂喂喂 看一下 是上品的托海显森丹 这个人之所以会大叫 是因为段天叫他开牢 他一开牢 一下子震慑着所有人 只关他竟然练制出了 带有丹文的上品托海显森丹 段天叫当堂很欢喜地大叫 只不过 他一叫 即时面识一变 因为他兴起 假使他还在赛场里面 他这样大叫大叫 就触犯了规矩 不过 塔中大人就相当和善地笑一笑 不紧要 家书 大赛已经接近尾声 可以说话了 只要 不要恶意影响到其他人连丹 那就可以了 塔中大人 在这个时候没有出手去呈治段天叫 就令到段天叫他鬼那么感激 只不过 塔中大人这样一说 火毛坊那边虾虾大小 哈哈哈哈 可以说得说话了 那就好了 龙三 我说过 冠军 是属于我的 那到底火毛坊 又有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们就留下期继续说 可以说话了 那就好了 龙三 我说过 冠军是我的了 龙陈淡淡地说 你今天 是没吃药啊 还是吃药吃多了 吃懵了你啊 那么快就在那里亂说 那里亂说 我真是很想知道 你变数来这么厉害的自信 龙陈的神色 查识一路在观察着火毛坊这边 虽然 丹火是隔绝了龙陈神色的茶坛 他看不清丹炉里边的情况 只但是 龙陈通过丹炉的波动 可以感受得到 火毛坊这一炉丹 最高也只能够产生三文丹 已经是极限 对于三文丹 龙陈看都不看你了 虽然他还没做到容丹的最后一步 但是他有把握 自己的丹药绝对可以上到五文 甚至六文 所以 见到火毛坊变了这么大笑 龙陈真是奇怪 这人哪里这么自信 火毛坊就说 龙陈 我承认 你的灵魂之力是很厉害 我确实比不上你 而在单忌之上 你都要赢我一筹 就算是丹炎 你也都凭借着灵魂之力 勉强拍得住我 本来 本来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两个六死垂手 真的说不上 只不过 你太看小我了 我家使用一种 你们连见都没见过的单术神技给你们看一下 看大眼睛 看大眼睛看清楚了 你个乡下佬 九转 血魂 醒灵术 随着火毛坊一声大喊 大家震惊地发现 太雙眼变得红白白 就连眉心也裂开了 已经 越犀 disag 鮮血慢慢滲出來 這一道鮮血就好像一隻有生命的蟲仔一樣 從火毛芳的眉心在他額頭上有規律地爛來爛去 然後畫出一道非常詭異的圖案 龍塵當堂看到心頭一驚 混蛋啊 這麼拼命 他真是想不到火毛芳竟然還有這一手 那這一招所謂的九轉血雲星靈術呢? 其他的丹修者可能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是龍塵 這一招丹修是以損耗自己的獸源和精血作為代價 去強行提升丹藥品質是一種秘法來的 在外界幾乎已經失傳 因為這種這樣的術法很邪的 丹修界一點都不提倡 這種術法所造成的靈魂傷害是永久性的 根本就沒有辦法治癒的 遠處的方明遠和柴高揚看到心頭狂跳 唉 金狼胎啊 他兩個望著眼隔離的火牆生 當堂心裡便嘆一口氣了 這一種秘法作為兩大家族的家主 這樣的眼界雖然懂就不懂了 但是怎麼會沒聽說過的? 只不過是怎麼都猜不到火家竟然金狼死 那就無疑於斷送了火毛芳的一生了 龍塵淡淡地說 火毛芳 你用完了九轉血魂星靈術之後 這一世仔就玩完了 你的靈魂之力永遠就是這麼大 永遠都沒辦法達到闢海景 火毛芳冷笑 哈哈哈哈 龍三 說你是鄉下佬 你真是個鄉下佬 我不單止可以拿得到冠軍 而且 我還會沒有村沒有蘭 隨著他額頭上面那些血色紋路出現 大家可以感受到 他的那個丹爐裡面 一股很神奇的力量湧動 整個爐開始不斷吵吵吵吵吵 就在這個時候 火毛芳丹炎部長 金色火焰 將他整個人包裹著 在虛控當中不停扭曲變動 所有人見到 天地能量竟然含含聲 向著他的丹爐匯聚下來 見到這一幕 就連龍塵面色也終於發生變化了 因為他可以感受到 火毛芳丹爐裡面的那顆藥 正是加速地旋轉 瘋狂地吸收著那些能量 他實在看少了火毛芳 想不到他還有這下後手 而且他可以感應得到 在火毛芳施展 九轉血魂星靈術的時候 所用到的靈魂之力 居然不是他自己的 這個現象非常奇怪 難道… 就在龍塵似乎有多少頭緒的時候 發現間… 萬天金色火焰散開 火毛芳芳叉叉的笑容 在火焰當中就出現 他面前的丹爐蓋… 整個衝開 丹爐裡面一顆丹藥 全身散發著晶瑩剔透的螢光 就算在日頭 這顆丹藥都依然是金沉眼的 所有人一起驚呼 嘩!是狗文丹啊! 他練製出來的 竟然是一顆定級的上品狗文丹 一時之間 所有人心頭脚疹 但是龍塵眼尾 都沒有嘈下那顆狗文丹 而是看著火毛芳 忽然之間說 難怪你敢用狗轉血魂升靈術呢? 原來血是你自己的 但是靈魂之力就是用其他人的 果然狗狼胎啊! 龍塵的說話嚇了所有人一跳 如果龍塵說的是真的話 那火毛芳身體裡 豈不是有兩道靈魂? 其中一道就是犧牲品禮的了 火毛芳嘻嘻大笑 哈哈哈哈 龍塵 講多無謂 我沒有犯規啊 家屎 我就告訴你 第一名 我代代平安的了 你相信了嗎? 哈哈哈哈 柴烈火和方祥 重重地嘆一口氣 照家屎看來 他們對龍塵已經不再抱任何的希望了 原本火毛芳和龍塵半斤八兩 但是火毛芳施展出九轉血魂聲靈述 看來一切結果都已經注定了 而龍塵就沒有理火毛芳 而是看著塔中大人 他說 塔中大人 我想問一下 我們評定排名的標準是什麼? 塔中大人說 是丹藥的藥效 龍塵聽到塔中大人這樣說 忽然之間笑出聲 多謝塔中大人 那我還有機會 火毛芳就瞄了嘴了 機會? 發你個蠢丑大夢了 你都已經開始迎丹了 丹藥都已經幾乎勝贏了 你拿什麼來贏我? 拿個頭來贏我 哈哈哈哈 他真的怎麼都不相信 龍塵也懂得九轉血魂聲靈迅 就算他懂 他也絕對不敢自殘去用 如果用了 就算給他一個冠軍 他也會變成一個 一世人靈魂之力停滯不前的廢人 彈谷也不會要他 而就在這個時候 龍塵的丹爐裡面 發出一種一種 咖嚓的響聲 這些聲音很輕很輕 但是 在這個靜茵茵的賽場之上 所有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人們嚇一跳 什麼? 他竟然敢將 快成形的丹藥攪水 說龍塵想怎樣 他不是自暴自棄 連第二名都乾脆不想要嗎? 塔執大人看到眼圈一縮 他敢做 塔中望着凌晨的单脑 摁一摁头赞到说 嗯 年轻 真是好 什么都敢做 从来 不会绑手绑脚 他刚一讲远 咯 一声巨大的爆响声响起 虚空剧震 整个地都当同为之一阵 只见在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个方圆几百里的巨大船窝 将整个赛场都覆盖住 一见到这个巨大船窝 所有人眼瞎着都凸起 什么 什么回事 就连一向都懒懒闲的塔中大人 见到这一幕 也都终于动容了 这个世间上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魂力 这个大船窝 龙层这个灵魂之力的船窝 覆盖了方圆百里 大家怎会不震惊呢 船窝出现之后 龙层一声大喊 它全身火焰含含含声烧起 只见一道直径十丈的火柱 直冲天仔 冲到入云烧里边 恐怖的火狼 不断地焚烧着整片天空 这股恐怖的威势 就好像大海上边的海浪 一样涌向白风 四周围参赛的高手 个个都抵挡不住 这股恐怖的热浪 纷纷后腿 幸好 在他们成功练完单之后 早就有人上前 将他们的成品收走了 防止有人作弊 如果不是 被龙层这样搞得一搞 真是搞出个大头发也有知 一个一个鸭大把厚的洞 望着面前这一道巨大的火柱 死了 这条人真是人来的 这个场景太震撼 而只有塔中大人 望着火柱 没有流露出任何奇怪的表情 只不过 原本 他蒙了那对老花眼 家屎是晶光四射 似乎可以洞穿虚空一样 望望下 塔中大人的面上 又流露出那一丝笑容 果然是这样 他那双眼 随即又恢复了 老眼分化的状态 龙层引动起火柱 搞这么大坛事 实质上是为了遮掩自己的动作 因为火无荒这条木契 竟然施展了九转血缘星灵术 他是牺牲了一道灵魂 才换取到那颗九文丹回来 这一点 龙层确实是失算的 到了家屎 想要赢火无荒 剩下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靠地火 只不过地火就不可以暴露出来 于是乎就唯有引动起融合之炎 形成火柱 遮住中心位置的地火 龙层将即将承认的单约 重新搅碎成约粉 然后偷偷地召唤出地火 开始疯狂地练仔 只不过 就在所有人都恶大言的时候 有人终于醒起时间 他见到沙楼里面的沙不多了 于是大叫出声 糟了 时间就来到了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 火柱杀时之间爆水 只见龙层的人 在火柱里面抱头了 这个时候 他神色多少有点疲倦 一只大手死死地压住单约 难道他碎了 大家都害怕 因为他们发现 龙层的单约上面 暴满了好像蜘蛛网一样的列门 很明显是单约承受不住 差点要爆睡 连单的最后时刻 单约一定要彻底的密封才可以 事关如果有单约里面 内在的气息泄露出去 那整路单就玩完了 这个时候 最后一粒沙跌下来 继时观大声地叫 时间到 火柱方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龙三 你搞这么大堂东西出来 到最后 都只不过是一场猫猫戏 他一说完 只听见 极客一声 龙层手里面的单红 掉了 忽出来 接着整个单红 就好像瓷器一样碎开了 哈哈哈哈 龙三 这个冠军是 什么 火柱方笑笑下 忽然之间 好像被人捏住了一条颈一样 面上充满了震惊的神色 原来他见到 龙层的丹炉一水 里面 露出了一粒丹药 这粒丹药是没有纹的 只有淡淡的光韵 按照丹药的品阶 它应该算是上品来的 但是 一见到这粒丹药 除了塔中大人之外 所有人 黑到压大个厚的洞 收都收不回 而方长和柴烈火双眼 充满了狂喜 巨丹 这粒丹药光环和品阶都很普通 但是整粒药 就足足有素虾仔拳头 这么上下大洗 这粒是丹药当中 非常罕见的巨丹 巨丹对于很多丹收者来说 怕且修炼整世都练制不出来 因为要练制巨丹 对丹火的消耗和灵魂之力的消耗 都是普通丹药的几十倍 而失败率更加是百倍以上 所以 关于巨丹这家事 很多人听说过 只不过就见都没见过 更加莫说亲眼 看着一粒巨丹的丹生 巨丹是将九粒丹药的精华 全部融合在一粒丹药里面 但是一粒丹药的能量 就比起九粒丹药的药效 高出十倍以上 龙臣手上的这粒巨丹不单止成丹 而且还达到了上品的级别 那说到药效 就起码拍得住两粒的九闻丹了 一见到这粒巨丹 火无荒就扯火了 岂有此理 哪有可能啊 龙三 你绝对是作弊 他整块面插上一煮 含含声向着龙臣冲过来 691站 龙臣连制出一粒巨丹 一粒巨丹就相当于两粒九闻丹的药效了 火无荒就扯火了 他整块面插上一煮 含含声地向着龙臣冲过来 见火无荒冲过来 龙臣即时就劣起三袖 出行力一巴车连去 含 只不过 令龙臣小都猜不到的是 他这一巴竟然刮空了 事关火无荒都还没去到龙臣面前 已经被一股恐怖的力量 整个人撞到飞出去 塔中大人面试一寸 他喝都说 校长之上公然行空 火无荒 你可知罪 火无荒这个时候 终于从震怒当中清醒了 他开始害怕了 马上行离说 塔中大人请恕罪 但只一时老妄 请塔中大人责罚 火无荒这样才醒起 他家事大丹王比试 对面是代表着丹谷的权威人物 这场不是他们伙家可以作主的 塔中大人说 念在你初凡 放过你一次 人类 将所有人的丹药呈上来 塔中一说完 立即有人就上前 好小心地将龙臣的那粒巨丹收走 龙臣的心就硬着硬着 不是吧 罚都不罚一下 起码被我刮他一百几十巴才是 刚才那只火无荒 摆到明是恶意攻击的 这个塔中大人认真意话为 不过龙臣也没有法子 唯有走过去 和方祥他们站在一起 柴烈火动起大拇指就说 龙臣 厉害 厉害 我们整班兄弟 有面子 虽然他们是未来家族的掌援人 但是 好像巨丹这些这么珍贵的品种 他们都是第一次见的 无法指 怕且在这个世间上 唯独是龙臣有资格练制巨丹 其他的人 就算有一百个人的灵魂之力合埋起身 都经不起巨丹的消耗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丹谷派下来的那帮老丹收者 就开始轮流去审核这些成品丹药 一方面 是要确定丹药里面的品质弱效 同时 还要确定 有没有造假的嫌疑 只不过 够胆在大丹王比士尼署造假 就摆明是买棺材不知订 根本就不会有人够胆这样做 只关这帮老丹收者 他们所练制过的丹药 比这帮参赛者 这一世人见过的丹药还要多 搞了一轮之后 塔执大人手上 终于拿着一张名单 他就开始朗声宣布 下面我宣布今届 大丹王比士的成绩 第五名赵光辉 有个男子 又是一个火加阵营的人 方长同柴烈火心头一枕 他两个对望一眼 唉 心里变得领了领头 有多少无奈 那家屎就只剩下前三名 他两个鸡食放光 从深知肚明 自己肯定就进不到前三 所以家屎就什么都指以隆臣 他就会被人了 鬼君 段天骄 段天骄一声惊呼 眼中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唉 这样一来 这三个人就全是火加那边的人 阿君是 听到这里 塔执大人 好像有意卖关子那样 稍微疾住了 所有人听到心头一紧 尤其是火加方家柴家那边的人 一个一个真是大气都不敢吐 事关 接下来塔执大人说出来的这个名字 就关系着三大家族未来的命运 怎样都他们不紧张 塔执大人似乎见气氛差不多了 于是他一只字一只字地说到 火无方 当听到这三个字 从塔执大人口里边飙出来的时候 火无方当堂劈迫 整个人蹬了到地上 眼神充满着不甘和愤怒 而方、祥和柴烈火就死命地拿着龙尘条颈 兴奋得就来原地爆炸那样 他们已经不知道 还可以用什么方法 来形容家使自己的心情了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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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離場了 前五名留下 隨著塔執大人一聲號令 這次大丹王比試就總算落下了圍幕 整班人陸陸續續地散場 而前五名就被人帶進七寶玲瓏塔裡 塔中大人看著頭五名說到說 接下來是要頒發屬於你們的獎勵 說完塔執大人上前 親自將一塊嚇了名的丹谷銘牌遞到所有人的手上 龍臣接過這塊銘牌 發現上面已經嚇好了自己的名字了 龍三 名牌入手沉重 質地非常堅硬 而且上面還有一股極之強大的氣息 看來這件事是沒辦法仿造的 龍臣火無荒 段天叫每人拿到一隻空間戒指 龍臣接過戒指 看都沒看裏面是甚麼 先把戒指收起來 而段天叫看了眼這戒指 他當堂整個人打震 面上流露出難以自信的神色 火無荒看著自己戒指裏面的東西 面上也露出一種狂喜的神色 但是眼神那種無盡的不甘和憤怒又是湧出來 很明顯他醒起龍臣得到的那隻戒指 塔中大人笑一笑說 龍三 難道你 就不想知道 屬於你的獎勵是甚麼 龍臣就笑了 嘿嘿 還是算吧 晚輩來自窮山闢羊 沒見過好東西 萬日 一時嚇到大小便失禁 神經錯亂 亂咬人 那就尷尬了 我還是先控制一下情緒 等到適應冠軍這個身份 再找個沒人的地方 自己靜靜地看吧 段天嬌有點詫異地看著龍臣 他實在沒辦法看清眼前這個男人 這個人竟然可以經受得起這麼強大的誘惑 比作是他 他絕對做不到 塔中大人很和善地說 哈哈 好好好 那就算了 老爺公 我還想看下你震驚的表情 既然沒有機會 那就算了 我們說回正經事先 你們家使 都得到了單谷弟子的名牌 也只是代表著 有機會 入到單谷修行 成為單谷的真正弟子 白爺公 白爺公我 今天就要回單谷了 那你們 是想著今天 就跟白爺公我回去 還是安排一下事務先 過幾日 自己再去呢 段天嬌第一個走出來 弟子 願意馬上去 他這樣說 火無方的面積就難看了 眼中多少有些生氣 段天嬌這樣做 擺到明的過橋抽版 拿了個貴君 想著脫離火家的 而另外兩個人 見段天嬌答應得這麼口爽 於是也趕快跟著說 我們兩個 也願意跟塔中大人一起前往 塔中大人說 龍三 那你呢 龍陳有點尷尬地說 我 我還有些事要處理 你也知道 我畢竟剛剛搶 不不不不 剛剛娶了個老婆仔回來 剛剛是新婚時候 我想留下多一兩個月 再過去 不知道行不行呢 不要緊 你手上有丹谷的名牌 十年之內 來到丹谷報道 都是有效的 只不過 不要怪白爺公我 我講多兩句 彈谷 唯於中洲 你一路之上 要橫跨億萬里 只要是全宋鎮 就要坐幾十次 另外 還要穿越混亂之海 是危險重重的 跟白爺公我一齊行 會方便很多的 龍陳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哦 弟子明白的 但是弟子 確實需要安排一下才能走 希望塔中大人可以諒解 說句老實 他真是有點心慾 去到丹谷 有什麼藥材沒有 但是 他一走 那龍血軍團怎麼辦呢 唐遠兒夢期怎麼辦呢 他不可以只顧著自己的 見他都這樣說 於是塔中大人就說 那 那好吧 火無方 你又怎樣 火無方見龍陳武馬上走 他眼光一閃 喇喇喇說 弟子 同樣有些繁足的事務要處理 無緣和大人同行 請大人諒解 塔中大人輕輕笑一笑 但在笑容之中 充滿一種意味深長的感覺 那好吧 隨得你們了 你們兩個 那就回去吧 記得在十年之內 一定要趕到丹谷報道 如果不是 命牌就會作廢 龍陳這樣才跟火無方 一起從七堡玲龍塔裏面走 走出來 走走走 火無方忽然之間說 龍三 你給我看住 龍陳也免得採他 殺你的王 跪得閒看你 他見到方祥和柴烈火 還有花碧落 已經在武紀院開外等著他 於是他就趕快扔過去 柴烈火第一個打開對手 對著龍陳迎上去 哈哈哈哈 龍三 恭喜你得到官 他官都沒官完 想說要抱一下龍陳 龍陳笑一笑 也都舉起兩隻手 但是一閃避過了柴烈火 直接把隔離笑口細細的花碧落 花碧落當堂的臉紅白白 柴烈火生氣 嚇叮你這個臭小子 你耍我 幾個人有講有笑地回到方府 剛回到方府 龍陳被方明遠叫了過去 在密室裡 柴烈羊羊對著龍陳爭都說 龍陳好耶 認真本事 龍陳今天這一首真是震撼 龍陳問 方老爺 火架那邊有什麼動靜 方明遠說 嘿嘿 他們可以有什麼動靜 當塔執大人宣布你是冠軍的那一刻 火家的那班賓客 一下子就走了一大半 他們火家一家獨大的日子 已經到頭了 有人馬上發覺不對勞 馬上跟火家疏遠 採取官網的態度 家屎的火家呢 短短幾個時辰而已 就變得冷冷清清 而且有不少勢力 也都開始入我們方家的大門 開始示好 只不過 這些這樣的擦鞋仔 要來都無用 不過 原先一些火家的死忠 也都開始動搖 這個才是真正的好事 哈哈 龍塵問 你覺得火家會不會抹臉呢 柴高揚安慰他說 哦 抹臉就抹緊的了 你猜他們火家真的那麼容易化為嗎 只不過 有幾多人會跟他們一起抹臉 這個才是關鍵 不過龍塵 你也不用擔心 我們兩家人都不是那麼好欺負的 又怎會不防住他們火家 只不過 我們就不會像他一樣 輕易地把肌肉曬出來 就是這樣 龍塵就笑了 既然是這樣 那我就放心了 兩位家主 你們先忙 我去跟兩位大少爺去喝酒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去吧去吧 應該的 是應該慶祝一下的 當龍塵離開之後 方明遠的笑容都收了 他說 我們 真是決定要這樣做 柴高揚在旁邊說 那當然要這樣做了 火家 一定要剷除 而且 還要是斬草除根那頂 以絕後患 方明遠就說 我是指 他的樣子有點遺難 柴高揚說 放心啦 只要外邊 做到滴水不流 又有誰知道 成大使者 不可以左望右望的 好久好久之後 方明遠才嘆一口氣 好吧 既然你都敢說 那我就聽你的說話 來個 無獨不丈夫